斩断婚外情思的八种妙招儿 许多人意识到婚外情感对自己及家庭伤害很大 非常想摆脱这种情感 但是往往理智战胜不了情感 使自己越陷越深 其实只要掌握一些禁忌 斩断情思是可以做到的 第一不要和对方到酒吧 歌舞厅一类的地方去 因为那种环境以及酒精都会起到催情的作用 使你失去自制力 从而失去理智 做出不妥的举动 或是会使自己的情感死灰复燃 第二 如果因为工作或应酬不得不出席 对方也在场的聚会或会餐时 不要和他或他同时离席 不要因为他或他的重重借口 而与其同行 不然两人又成了一对 第三 不要去你们两人以前经常去的地方 因为这不仅会增加伤感 而且极易引发旧情 第四 不要误认为离开爱情还有友情 而寄些卡片等信物 或是常打电话问号 这些只会使你和他或他之间的纠葛更难以减断 第五 不要借特别的日子 比如生日等为借口 使两人又聚在一起 而让婚外情死灰复燃 第六 不要滥用你的柔情 不可因为他或他遇到不顺心的事情而去安慰他或他 否则你就无法彻底告别这段感情 第七 把他或他过去送给你的会让你怀念过去的东西退还或处理掉 以免堵物私人 第八 如果是在一起工作 那就试试看能不能调个单位 或再找一份工作